本贝克曼的真正战斗力确定 两次让大将黄元乖乖认所 剑文色霸气却不如卡塔库利 被誉为铁壁海贼团的红发团 一直被认为有双四皇配置 除了船长香克斯外 副船长本贝克曼 也被认为有四皇级别 本贝克曼出手战斗的次数非常少 多年前在风车村有过一次战斗 对手是一群山贼小卡拉米 还没出力对方就全部倒下了 两年前红发海贼团去顶上战争救路飞 香克斯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 本贝克曼用枪指着黄元的脑袋 让对方乖乖举起双手不敢继续攻击 想当年黄元在香波地群岛对战雷里 都表现出一点不输对方的气势 主动向本贝克曼认怂 也能反映出黄元非常认可他的战斗力 在去马林泛多之前 红发海贼团还与凯多和岩在静爆发过冲突 那场战斗的经过虽然没有公开 结果却是红发海贼团无伤获胜 香克斯的对手是凯多 本贝克曼的对手是严栽劲 也应该战胜了对方 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记》中 黄元打算攻击被乌塔歌声影响的民众 本贝克曼再次用枪指向黄元 又一次让对方乖乖举起双手放弃战斗 作为海军大将的黄元 居然被四皇团的二把手打锁 只能说实力不强 也难怪他去弹头倒杀贝加庞克 被武当状态下的陆飞一拳抱头倒地 韦田曾公开本贝克曼的核心能力 拥有能比肩香克斯的战斗力 在东海天的时候 他是最聪明的人 能超过百计洛克和纳美 本贝克曼还有着非常机敏的移动速度 以及能凌驾于海军大将的霸气 即便是新世界的七五海和海军大将 对他强悍的实力都非常忌惮 不过在红发海贼团去埃尔巴夫的时候 本贝克曼却暴露出一个缺点 当时基德知道香克斯就在巨人岛 于是发动磁力大炮准备攻击 香克斯用预见未来的剑纹色霸气 探查到基德会带来不得了的破坏 于是发动霸王色缠绕攻击神币 将基德和基拉两个人瞬间秒杀 当时本贝克曼见到香克斯主动出击 立马说你一定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吧 从这句话是否可以判断出 本贝克曼应该不具备剑纹色预见未来 在所有的皇妇之中 卡塔库利已经确定拥有剑纹色预见未来 鹰眼名义上算是十字公会的二把手 他能与香克斯决斗不分胜土 不管是霸王色霸气 还是剑纹色和武装色 都应该不输香克斯 如此来看本贝克曼凌驾于大将的霸气 到底值不值得相信啊